山东中医药大学海外群的师兄师姐 师弟师妹们 世界各地的中医药同仁们 大家晚上好 早上好 下午好 我是崔可蜜 很荣幸代表山东中医药大学海外群学术部主持今天的讲座 讲座的题目是 新冠肺炎的中西医防治思考 在目前新型冠状病毒仍然在海外许多国家肆虐的情况下 如何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和家人 积极主动地防治患者 让我们倾听来自一线的肺科专家贾新华博士院长的分享 讲座期间请大家不要发信息 如有问题 最后我们统一收集答复 讲座大概一个小时 45分钟主讲 15分钟来回答问题 今天的主讲人 贾新华 南 医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纽约大学南贡医学中心访问学者 贾新华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班长 隔壁宿舍睡在上部的兄弟 同在排球队 一起实习的实习队长 他品学兼优 工作协调能力强 是94级中西结合专业的杰出代表 毕业后 留在省中医呼吸科工作 后升任副院长 今年我们山东第一批原恶医疗队的队长 他长期从事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疗 对于各种肺病有着独到的经验 对于微重症呼吸机辅助通气 气管境亦有较深的研究 在湖北黄港 他坚持战斗第一线 凭据病人的实际情况 辩证论治 中西医结合 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 荣获全国卫生健康系统 新冠肺炎 疫情防治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现任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 山东中药大学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 感染与微重重研究所主任 现在我们有请贾新华院长博士 给我们分享他的经验 好的 谢谢可明的介绍 谬赞了 尊敬的各位老师 我们山东中药大学 各位校友大家好 因为我也不知道大家在那是几点钟 统一的就说大家好吧 首先向大家得需要道个歉 因为我们上一次就是约定的讲座时间 正好就是在那天我们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 跟黄岗市中医医院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 因为我得作为咱们医院的代表 需要到现场签字 所以说上一次的安排的讲座时间 爽约了 实在对不住大家 因为在原恶工作期间 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临时商定 所以说 因为在原恶工作期间呢 很多工作都是临时安排 临时商定 所以说 时间自己有点不太可控 因此再次呢 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歉意 今天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 是新冠肺炎救治的中期一体会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就是我在黄岗一线 所见到的一些患者的真实情况 以及我们就职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个人的一些思考 应该讲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就我们的诊疗方案 一直处在一个不断的修改的过程当中 从这一点也说明了 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程度还不够 他没有完全去了解它 因此呢 诊疗方案 不管是中医方案 还是西医方案 都处在一个不断的 一个修订的过程当中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作为医疗队 不管是中医方面 还是西医方面 大家也都发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有一些观点 可能还不太成熟 请大家提议批评指振 这张图片呢 就是我刚刚在霍普金斯 这儿接下来的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全球的病例 已经达到了接近47万了 这个数量增长的特别精准 尤其是在近短时间 增长的数量非常快 应该讲这样一个数量的增长 越往后会增长速度越快 它会呈现一个几何倍数的增长 这样一个病例所体现出的一个临床特点 因为我们最开始在武汉当时的情况 是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 应该讲在最开始 武汉果断的进行了这个风雨隔离 这个措施是一个非常英明的 非常正确的措施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措施 在我们中国 就是疫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虽然说我们今天 主要讨论的内容呢 我给大家主要是汇报一下 我们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内容 但从我这 就是57天的这么一个经历来讲 我个人还是感觉 其实最关键的因素 还是在于社区的防控 如果说我们社区的防控 做的如果不到位 不能把所有的我们的穿过 途径所切断 那我们作为末端的医务人员 仅仅在忙于一个医疗救治 那到最后一定是一个 体备不堪的状态 因此说 我们在这个疾病的处理上 肯定是要进行端口前移 也就是说把社区管控这块 一定得要管控住 那我们的新增病例才会下降 那我们的治疗最后才会有结果 否则呢 我们就会看到 有大量的患者 就会拥入我们的医疗机构 拥入到我们的诊所里面 造成我们医疗资源的 大量的被消耗 然后呢 我们医务人员也会出来一个 非常的疲惫不堪的状态 这一点其实是我来到黄岗以后 感触最深的这么几点 下面呢 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 跟各位老师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一个就是我们医疗队的一个救治情况 再就是新冠肺炎那个简介 还有我们一些 个人防护和公众的防护 再就是现在 医学诊治防止的 我个人的一些体会 另外呢 就是我们中医中药认识 还有就是一些个人在中医和 现在医学治疗方面的一些体会 这几个方面 我们医疗队啊 它是总共是有143个人 其中呢 医务人员是135个人 我们这人医疗队啊 是山东省派出的第一支医疗队 然后是在大年初一的下午 然后进行了集合 晚上11点钟到了武汉 然后在26号 也就是大年初二的凌晨2点钟 到达了黄岗 当时到达黄岗的时候啊 应该讲黄岗整个地区的 病例数 确诊病例数 还不算太多 但是呢 就像我们全世界 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样 就是这个疾病在最开始的时候 它面临到一个 就是检测 试剂核不够 它存在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也就是我们很多病人 其实可能已经是 已经是确诊病例了 但是呢 它现在没有 不能得到诊断 因此在当时的状态之下 我们积压了大量的 这种发热的病人 以及这种有严重的 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但是这些患者呢 他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 这些患者呢 拥挤在医疗机构当中啊 也没有说是得到一个 非常合理的隔离 也正在这种状态之下呢 当时我们提出了 我们国家提出了一定要 四集中的这么一个原则 要集中我们的医疗资源 集中我们的专家团队 然后集中隔离 然后进行集中救治 然后提出了这么一些 集中的原则 应该讲 这个原则对我们后续的治疗 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当时来到咱们黄刚以后啊 当时黄刚这边呢 好的患者呢 他也是集中了一些 其他的医疗机构当中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黄光市政府啊 就迅速的 集中了我们大悲山区疗中心 这个是一所啊 即将要投入使用的一所医院 当时呢 其实还是一所空的 完全是一个空旷的一个医院 因为它还没有完全的建设完毕 但是这样的举测 特别特别的重要 就是我们 有了大悲山区疗中心之后啊 我们所有的确诊患者 所有的疑似患者 全部都集中到大悲山区疗中心 这样有效的 将我们的 确定患者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传播员 进行了有效的控制 这一点是扭转 整个黄刚战役的一个 决定点 加起来有接近90张床 另外呢 我们建设了一个ICU 这样加起来总共只有100多张床 是接管了这么一个病区 虽然说是有两个普通病区 但是呢 这两个普通病区里面 收治的重症和微重症的比例 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这个病区啊 是整个大悲山区疗中心 建设的第一个楼层 就正式开放的第一个楼层 这个楼层开放了以后啊 很多医疗系统当中的一些患者 就转到这个 就是我们山脑医疗队 这个管理的这个楼层当中来了 让基林第一区患者 他的重症的比例 比较高 另外呢 疾病相对的复杂 另外呢 老年患者也是比较多 在中医中药的使用这个方面 我们这个135人的队伍里面 其实 有中医背景的人员 只有六个人 其中呢 还有两名医生啊 他其实本身是西医医生 他那只是对中医啊 他热爱中医 他喜欢中医 意思说 他也加入了我们这个中医小组里头来了 这样我们就总共有六名医生 有六名医生 然后我们就把它均匀的 分到了我们这两个普通病区里面 这样呢 大家都可以 对我们所有的患者进行开中药 应该讲开中药的整个过程啊 呃 是存在一定困难的 因为达别山区道中心 他最开始他没有中药房 那我们就跟他的老院进行了协调 协调以后呢 我们就是 每个患者开完中药以后 我们拿手机拍照 拍完照通过微信 看到他们的中药房 然后中药房抓好药 熬好以后 再拍辆专车 给送到我们医疗中心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才解决了我们中医中药的使用的问题 因为他 呃 我们所在的这所医院 它是一家 呃 西医医院 所以说大家就应该知道 在大部分的西医院里面 他的中医科 或者中药房 是规模相对来说是不大的 我们 达别山区道中心这个地方 也不例外 其实我们一开了中药以后 呃 创了他们中药房的记录 呃 曾经有一天他们一下子是 是 抓了是 140多付的 中药 呃 就他们中药房的人 创了他们的记录 他们非常的兴奋 呃 就是应该是在2月的6号 还是2月11号 我记不太清这个时间了 那天呢 他们 把所有的中药抓好以后 还特地拍了一张照 呃 这是 那个是创 记录的一天 在拍中药的过程当中 最开始啊 其实很多呃 患者也好 很多医生也好 他本身是不接受的 呃 这一点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有体会 呃 尤其是呢 我们是综合队伍 我们不是一支 纯粹的中医的国家队 所以说 新医生 是为主 呃 但是呢 因为我是医疗队长 对于呢 从每年来说 我们呃 流感肾虐的时候 我们中医的疗效 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因此 我们在收第一个病人的时候 我要是就建议我们的队员 说我们必须要 沿用中医中药 所有的患者都要去 没有例外 除非是患者坚决不使用 否则的话 所有的患者都要进行使用 也正是在这个原则的 呃 指导之下 就是说到最后 我们呃 患者整个病区的 中药使用率 能达到95%以上 并且呢 也确实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其中 呃 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因为我们这个病区当中啊 呃 这个患者 其实有很多患者 是他们当地的医务人员 他们医务人员 追进来以后 呃 这里面有几个例子 就是他们最开始的时候 坚决不吃中药 因为他是西医医生 他认为中药就是安慰剂 所以说坚决不吃 然后我们呢 就把他周边的一些 呃 其他患者 把中药给他开上了 啊 开上以后 过上一到两天 这西医生 就直接发生变化了 主动呢 就想过来说 哎 我也我也想试一下 因为他看到了周围其他的患者 产生的疗效 凌方症状有缓解 虽然说我们没有统一学的数据 但是呢 我们眼睛实实在在的看到了变化 看到了疗效 因此这些医生 逐渐的都结束了中药中药 到了最后我们整个病区的 中药使用率还是比较高的 另外在患者情况这块呢 我还需要再补充一点 我们 因为是建设的第一个病区 因此说 这个病区一开放以后 周围很多医疗机构 就把他们的患者都转过来了 因此 这些患者往往都是什么呢 他不是初始发病的患者 往往是得病以后 已经入住了西派医疗机构 然后 我们开放以后 然后把最重 最复杂的一批患者 转到我们这个病区来了 因此 这些患者的病情相对来说复杂 他已经度过了最开始的 那么一个初期的一个节奏 那第二个部分 我们对新冠肺炎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新冠肺炎 大家都知道 它其实就是一个冠状病毒 应该讲在 12月初 我们最开始武汉 发现了这个不明原因肺炎之后 其实它有一部分影像学的资料 就已经 就是流传出来了 我们就看到了 当时的影像学 改变了 其实一看就知道 它应该就是个 病毒性肺炎 只是说 是哪种病毒 不太清楚 后来大家发现 它是一种冠状病毒 大家都知道 冠状病毒从03年开始 也就是从我们上市期间 一直到后来 我们中东的MERS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 新型冠状病毒 其实都是冠状病毒 它们本身 这个生物学特性 有很多是相似的地方 但第二部 我们从这张图片上 可以看到 就是它本身 它的同源性 能达到85%以上 我们不管它差多少 有一点是开心的 就是这种冠状病毒 我们是一种呼吸道的 一种病毒感染的疾病 只是说 它们跟其他的冠状病毒 还有包括我们的甲瘤乙瘤 可能在长远力 毒力 以及说 对肺组织造成的损伤方面 会有些不同 但总体来说的 整个过程 我们感觉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这是为什么说 当我们了解到 这冠状病毒感染之后 当时我们有坚定不移的要求 大家一定要吃中药 因为在每年的流感季节的时候 我们中药的疗效 大家都是能感受得到的 一般来说 没有测试情况 两到三副中药 作为早期的 一般来说 作为早期的这种流感的患者 如果他能几次过来就诊 一般两到三副中药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当时也想 作为这种冠状病毒感染 所造成的我们这个新冠肺炎 如果说患者能早期来就诊 我相信也会见到比较好的疗效 这档片子我想 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我们流行病学的一个特点 作为这个疾病角度来讲 我个人感觉 其中的关键点 就这么几点 第一个 持续管控 第二个 我们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 这个个人防护 即包括我们患者死身的防护 也包括我们社会公众的防护 也包括我们医务人员的防护 另外还有很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的治疗 我想这三个方面 是这个疾病 整个过程当中的 几个核心点 对于流行病学特点 角度来讲 我们需要重视 它的这三个传播途径 这三个传播途径 作为其中一这一点 我们后面再说 这一点呢 略有争议 但是其中呼吸道的飞沫传播 以及作为我们密切接触传播 这两点 毫无疑问 是非常明确的 因此 我们作为个人防护的重要点 也应该就是在这两点上下手 这张特别呢 他把新冠肺炎 严格说起来 我们现在不应该叫做新冠肺炎 我们应该叫 新冠病毒病 因为他不是所有的患者 都一定得肺炎 所以说我们现在 把它叫做新冠病毒病 它和普通的流感相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致死率 比如它的病亡率 是远高于我们普通流感的 昨天晚上呢 大家可能也看了 我们张伯里院士的那个讲座 与我们的SARS 也进行了一个对比 大家也看到了 SARS呢 死亡率还是要明显的 要高于我们现在的新冠肺炎 但是呢 我们新冠肺炎 它的传染力 是明显的强 这一点 我们在临床上 也明显的感觉到 它的一个特点了 它的传播力 非常强 但是呢 致死率呢 相比来说 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 比普通的流感 是要高一些的 从 病亡的患者情况来看 我个人 感觉 左右两大种类型 第一大种类型呢 往往是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尤其是有 心脑血管疾病 和有 糖尿病的 这样 一个部分人群 这是第一大类型的人群 发生病亡的 第二大种人群呢 我们现在还正在寻找它的规律 就我观察到的呢 有一些患者 他可以发生这种 激进性的进展 也就是说 这个患者从发病 一直到最后发生病亡 时间很短 我曾经 接触到的两例 只有一个星期 也从发病到病亡 一个星期 病人就没了 所以这是 发生病亡的 我个人感觉的是 第二大种类型 这三张图片呢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一块 简单的做一个解释 这三张图片 其实是对应的 前面的一个传播方式 比如我们现在讲的是 空气传播 空气传播呢 其实就是我们 现在最危险的 就是我们一个 飞沫传播 我想这三点 对于我们的公众来说 特别特别的重要 应该每一个人 都应该非常熟悉的 去了解这一点 这三点呢 也决定了 我们后面的 一些防护措施 正是由于 这个传播途径 后面才决定了 我们的防护措施 它的空气传播 我们飞沫传播过程当中 最主要的 就是打盘子和咳嗽 这也是为什么说 我们要反复的 去测这个鼻烟柿子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特别多的 含病毒的这种 飞沫会跑到空气当中 接触到其他人的 黏膜之后 就会治病 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接触传播 接触传播 其实就是 我们特别不希望 就是说我们的公众也好 我们的医务人员也好 就是我们拿手 去触摸 我们颈部以上的部位 因为这些部位呢 容易有黏膜组织 比如说我们揉眼睛啊 是吧 有些孩子 他咬手指啊 或者是我们挖鼻孔啊 像这些动作 我们特别不希望大家说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特别容易的 发生一个叫 接触传播的过程 因为如果您的手上 有病眼睛 有这个病毒 那在这个接触 黏膜的过程当中 其实无形当中 造成了一个传播 这也是接触传播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因素 因此我们不主张 大家去摸 颈部以上的位置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分口传播 分口传播这个方式啊 就是 到了二月的中旬左右 我们在刚刚 报出来一个传播方式 它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分辨当中 在尿液当中 在我们的一些分辨物当中 大家都检测了 这种信息 检测到了 新型冠状病毒 因此大家认为 分口传播 也是有可能的 一种传播方式 既然有这种传播方式 也就要求 大家一滴 要亲戚手 这个我们 呃 就是 解完大条数以后啊 冲马桶的时候 大概一定要改上马桶 去冲马桶 如果说 我们具体调验的时候 冲马桶的时候 我们应该拿酒精 75%的酒精 做一个简单的 品物 做一个消毒 我们看一下防护 防护呢 我想 整个所有的防护当中 我们先言简意外的说一下 我个人认为 最重要的点 就两点 第一 就是戴口罩 戴口罩 我们常用的口罩 就两种 第一 N95 第二 我们应用外壳口罩 当然 还有其他的一些口罩 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呢 就是亲戚手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手卫生 因为我在隔离地区的时候 每天做手卫生 做个几十遍 这是 完全没有问题的 应该讲是 最少这事 也会有几十遍 剩下的一些手段 当然也非常重要 但是我个人感觉 核心点 就是这两点 一是手卫生 二是一定要戴口罩 我们首先说一下戴口罩 戴口罩呢 我们现在从新闻上 看到就是我们 好的海外的民众 出门呢 仍然不戴口罩 原因呢 可能是多方面的 但是从我个人 感觉角度来讲的话 不戴口罩 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 比较多的研究 现在已经发现 戴口罩是重要的防护手段 并且会非常有效的 保护我们的工作 口罩 我们说了 有两种 我们现在实际 有效应用的 有两种 N95和 一用外科口罩 这两种 理论上来讲 能够达到同等的防护级别 但是 更换时间不一样 我们一用外科口罩呢 理论来说 不超过四个小时 但是任何时候 如果您的口罩 一旦说被打湿 那就一定要进行更换 N95口罩呢 密布性能更好 防护性能呢 更好一点 但是N95口罩 确实是 戴上以后 密封比较好的 N95口罩 会产生比较明显的 憋命感 憋闷感 尤其是我们一旦 擦上防护服以后 那憋命感 就会更加的严重 如果说 作为公众来讲 这两种口罩没有 哪怕是 您戴上一个 普通的棉口罩 都要比 不戴口罩要强 只是说 我们普通的棉口罩呢 它的防护 能力会略低一点 那它对于 比较小的这种颗粒 它的过滤性能会差一些 第二个大的方面 就是洗洗手 洗洗手这方面 比我想 我们不做过多的赘述了 这一点 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清楚 作为我们 医疗机构里面 那就 毫无疑问 那就应该是做手卫生 拿75%的酒精 要反复不断的做手卫生 按照规范的步骤 然后 去不洗手法 然后每个步骤 15秒钟 如果作为公众来讲 它就只能是 闪付的 清洗手 这几张换针呢 其实说的是一个问题 这几张换针 主要是说的 我们公众场所 包括我们的房间 包括我们的点梯 包括我们的诊所 包括我们的家里 如何进行有效的消毒 这一点 我想非常地重要 不管是你采用 磁热线消毒的方式 还是 韩日消毒剂的方式 还是说用75%的酒精 这些方式 都是可取的 这些方式呢 并且都可以有效的 上面就是我们 这种新型冠状病毒 具体 怎么去用 用多大的浓度 然后怎么去配置 这几张换针 其实都已经给了 比较明确的一个 使用方法 我们这几张换针 不做过度的赘述 但是我想 大家一定都要想到 不管是点梯 还是加力 消毒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关于气溶胶 气溶胶呢 这一点 我们把它单独 拿出一张换针 来简单说一下 这个事情 气溶胶胶 这个概念 大概也是在 2月的 2月10号 10几号左右 提出来的这个概念 就是认为呢 气溶胶 是我们新型冠状病毒 传播的一种方式 正是由于 出来的这么一个观点 所以说呢 就导致我们现在造成啊 就是我们 做物化的时候 大家都特地慎重 因为在物化的过程当中 就会产生气溶胶 在病人咳嗽 做气管插管的过程当中 它也会产生气溶胶 既然有可能发生这个问题 那就要求我们 以物人员的防护上 当时要求啊 大家就必须要 带面瓶 不带面瓶呢 就有可能会发生喷剑 发生喷剑 会造成一个气溶胶的传播 在刚刚出来这个观点之后啊 当时国外有一些文章 写 对这点其实是否定的 有一篇著名的文章 我昨天晚上 没有找到它 但是这篇文章 其实我看了好几遍 讲的呢 就是在我们隔离病房里面 因为我们普通的这种消毒方式 当时最终多数采样 物品采样 空气采样 然后患者应用物品采样 地面采样 到最后发现呢 我们普通的这种消毒方式 足以杀灭我们的 形形冠状病毒 所以说当时认为 这篇文章呢 认为气溶胶的这种传播方式啊 本身是不需要太担心的 但是呢 紧接着不久 我们国内也又出了一篇文章 出了一篇文章呢 是认为在空气采样当中 发现了我们的新型冠状病毒 因此在这点呢 就要求说 在我们的隔离病房里面 空气当中 是有可能有新型冠状病毒的 所以说气溶胶的这种传播方式 大家需要引起重视来 但是呢 也考虑了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说我们好多的病房当中 其实呢 是临时改变的病房 它不是一个完全严格意义上的 一个呼吸道传染疾病的病房 因此考虑有可能跟这种临时的改变 条件 不是那么完全的具备 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现代医学 对这个疾病的一些认识 现在医学 把这个疾病啊 它现在从临床分型上的角度来讲 分的是轻型 普通型 重型和微重型 他们具体的一些诊断标准 我们在这就 不太讲这个诊断标准了 因为我们网络上都能查得到 但是这几种类型啊 从我个人感觉的角度来讲的话 轻型和普通型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因为这两种类型的患者 他们的临床症状都相对来说比较轻 他们也能够进行自由的活动 并且可以 完全可以就是说 处理自身的一些事情 完全和自己护理自己 正是由于这两种类型 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产生了方舱医院的原因 因为这两种类型的患者呢 放在一起 他们 从我们的现代医学治疗角度来讲的话 不需要应用太多的药物 他们只需要口服一些药物就可以了 因此这两种类型的患者 放在方舱里面了 而我们的重型和微重型 这两种类型的患者呢 就放在我们的定点 救治医医疗机构里面 因为这两种类型的患者 它在很大程度上 它不能自己去护理自己 并且我们知道 譬如说像我们的重型患者 就要求我们的 只要脉氧饱和度达到93%以下 患者只要需要吸氧 那就需要把它放在重型里面 测的一些我们学期分析啊 它养和指数 比如说低于这个300 那就达到重型的标准了 因此作为这种重型和微重型的患者 角度来讲 它本身是有风险的 微重型的患者呢 基本上需要机械通气 所以它在普通的方舱里面 是不能进行处理的 这两种要求进入我们的 静点医疗机构 从实验室检查角度来讲 我不知道我们的校友们诊所里 就是能做哪些检查 我个人感觉 这里面有几项需要特别引起重视来的 最重要的我想就是雪长龟 这是最简单 最容易判断的 雪长龟往往在早期会呈现一个变化 就是白细胞总数 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往往低于正常值 除此之外呢 它的淋巴细胞的比例往往会降低 并且我在灵床上观察到的 大部分患者的淋巴细胞比例 都是降低的 除此之外 单痕细胞的比例往往是升高的 这是我们病毒感染的一个临床特点 除了这三项特点以外呢 在有一些患者大众 我们还可以看到 我们雪小板会有一个非常显著的降低 甚至于说会有一个顽固性的降低 雪小板的降低呢 其实原因很多 目前来看 最为常见的一个解释 就是说有可能我们的感染相比比较严重 它对于我们骨髓的造血功能 扫持了一定的影响 目前来讲 这个解释呢 可能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个解释 另外作为生化检查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当然包括后面的肝神功和肌霉 很多患者当中 鸡霉是有一个明显的身高 这里面呢 既包括新鸡霉霉的身高 也包括我们鸡霉霉的一个身高 也就意味着 我们新型冠状病毒 它不仅仅是侵犯我们的肺组织 它其实还侵犯了我们众多的其他的脏性 我们的肝脏 肾脏 我们的消化系统 生殖系统 神经系统 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受到了侵犯 因此 它的作用拔点是很广泛的 有相当一部分患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肾功能衰竭 这也是 我们在整个W3过程当中 还单独建立了一个 透析中心 就是因为有相当多的患者 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的状态 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后期 在台中药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用一些 这个 不肾的一些药物 尤其是温阳 温阳不肾的一些药物 凝血功能 有相当一部分患者 会出现凝血功能的一个障碍 尤其出现 这个 有可能有血栓倾向 我们会发现第二具体 会有非常显著的升高 因为第二具体 显著升高以后 会让义务人员 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在这过程当中 你发现了好多患者 有这个情况 它会呈现几十倍的 甚至上百倍的一个升高 一旦升高以后 患者有可能会发生次死 因此说 风险比较高 因此 从我们实验室检查角度来讲的话 如果这个患者 是个老年人 有基础疾病 大家想想 如果说有冠心病 有高血压 或者本身就有血栓类的疾病 有脑血管病 有下肢神经的血栓形成 或者本身 它前提性功能不好 有肾衰的这种情况 那如果说 它一旦感染了我们 新型冠状病毒 那它的 预护应该讲 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这类患者 应该引起重症 病原学的角度呢 毫无疑问 我们应该做鼻炎式子 还有做抗体 目前来讲 最快捷 诊断最快捷的方式 还是鼻炎式子 抗体呢 相对要慢 RGM的抗体呢 一般删到五天才产生 RGM呢 当它产生以后 那对诊断也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了 影像学角度 它有非常显著的特点 也就是说 它的病道 往往是在胸膜下 呃 呃 呈现这种磨绷量的变变 侵在肺间质的 这么一种影像学变变 现在医学的治疗上 我想 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个人认为 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一条 叫一般性治疗 也就是说患者休息和吸氧 其实 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 因为 我想 我们现在国外好多的国家的现状啊 有可能跟我们国内最开始的状态是一样的 就是患者 感染的病例比较多 患者呢 出现一种严重的焦虑状态 他有着临床症状 他就想尽快的得到治疗 而实际上来说呢 我们的医疗资源可能没有那么充裕 因此好多患者出了症状以后 他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然后他会产生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 其实这样一个状态 它是完全是不利于我们的治疗的 越焦虑 病情反而进展的越快 患者的免疫力反而会发生下降 因此我想 如果说我们大家一旦碰触到类似的病例以后 如果患者没有机会 进入到医疗机构里面进行治疗 那我们应该让他尽快的休息 如果有条件呢 尽快的去买个治养机 或者氧气瓶吸收氧 我想这些手段是最重要的 第二部分 抗病毒药物这块 国内外发表的危险都很多 在临床上它实际作用有多少 我们现在不好做评价 我们现在患灯上列的这几个药物 我在临床上都用过 我还是那句话 实际疗效 我们不太好评价 但是不良反应比较大 尤其是我们最开始 那个洛平纳维 大部分患者 甚至绝大部分患者 都有非常明显的 胃肠道反应 一旦有了胃肠道反应 就会非常麻烦 因为我们中医当中 其实本身也是这样的 这个体位呢 本身就是后天之本 如果患者不能出现了 那会再来一系列的问题 因此洛平纳维 我在最开始用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就把它完全停掉了 基本上就不再用了 肛酸素的治疗 不是最主要的治疗 但是呢 如果在发生新冠肺炎感染以后 往往三到五天之后 会并发细菌感染 因此我们有的时候 也会用一些肛酸素 糖皮激素 在这次的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不太推荐 但是在这一点呢 我们从临床实际观察角度来讲 我们自己略存疑 我们也是感觉 糖皮激素呢 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应用 在什么食肌进行应用 应用多大的量 这个问题值得让大家再去讨论 呼吸支持 呼吸支持呢 主要是用在我们重症和微重症的患者身上 也就是说他的养合已经下降了 这个情况我们需要额外的呼吸机 不管是有肠还是无肠进行支持 我们看一下中医的等药方案 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们介入失机 那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中医中药介入比较好的 曾经有记者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当时这样讲的 我说毫无疑问 中医中药在 急定的任何一个阶段介入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里面肯定有它的最佳点 我想主要就是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在预防方面 预防方案 预防方案是作为我们医疗队来讲的话 我们是整个医疗队全部都进行使用了 这个预防方案呢 待会儿我可以接个图发给大家 预防方案总体来说 在我们这个各个省份 它是高度一致的 主方呢 主方还是以预评分为主的 这么一个方子进行的夹减 有一些省份呢 在预评分的基础上 加了一些轻软解毒的一些药物 有一些省份呢 根据我们这个疾病的特点呢 加了一些温阳 化湿的一些药物 但是总体的方案 就是在预评分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个加减 我想第二个大的介入时机呢 据说我们患者的一个临床特点 这个我现在讲这个临床特点呢 跟我们这个轻轻普通型 这些分类不太一样 我个人感觉也分为这么 四个大的类型 第一个大的类型呢 就是我们有很多患者 他一点临床症状也没有 但是呢 他的鼻炎式子是阳性的 这部分人群呢 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 叫超级传播者 这些人群呢 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没有临床症状 但是呢 他本身是排毒的 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感染的人群有可能最多 我想这是第一大种类型 第二大种类型呢 就是说我们 第二种类型呢 就是说他有临床症状 这类患者呢 其实反而来说 危害性不大 他有临床症状 但是呢 他可以自由的进行活用 他总体来说 病情相对比较轻 这部分患者呢 也就是平时我们 把他 就是在方舱里面 进行诊断和治疗的 一部分患者 这部分患者 其实也是我们 治疗过程当中的 一个重点 也正是中医中药 所发挥 主要疗效的一部分人群 然后第三种类型的患者 我们前面简单提到过 就是这些患者 年龄相对大 他有一定的临床 有一定的基础疾病 这些患者 一旦发生新冠肺炎的感染之后 他疾病的 容易进展为重症和微重症 第四大种类型的患者呢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就是说 患者最开始 感染以后 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发生病亡 这部分人群 如何有效地进行识别 其实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发现的人群当中 就是我们确定患者当中 应该讲 第一类无症状的携带者 相对的普通型的患者 这两点是我们 最应该发挥 治疗作用的一些人群 而后面我们说的 这两种重型和微重型的患者呢 当然中医中药介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疗小不如最偏使的这两种人群 疗小更加显著 尤其是前面我们已经对 由一些省份 我们已经对前面的疗小 做了一个总结 表现了一个什么特点呢 我们患者中医中药介入的越早 他住院时间越短 他的临床症状 比如说像发热 他退热的时间越快 并且由轻型往重型和微重型转 换的这个几率也非常的低 因此我们特别的建议 应该一定要在早期 我们中医中药介入 我想这也正是 不管是我们国内的这个从业者 还是我们海外的从业者 所重点应该是关注的 这么一个节省 或者一部分人群 再一个重要点呢 就是我们院外的一个恢复节省 这次的新冠肺炎的特点 和以前的SARS期间 甲牛期间都不太一样 因为这次新冠肺炎 造成这种相对严重的后遗症 这种几率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 形成肺显微化的几率 它比较低 大部分患者 绝大部分患者 他都能顺利的康复 就是我们肺脏没有一点的这种 显微化的病毒 但是呢 仍然有相当多的患者呢 他在院外会有 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存在一个临床症状 在这些情况之下 我觉得也 像它是我们中医中药介入的 一个最好的时机 我们中医对这个病的认识 我们也看到了 从病因 包括命名角度来讲的话 有寒失意 有寒意 有失瘟意 有失意 还有文文元院士呢 还提出来浮躁的 这么一种说法 从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 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在这个 疾病的认识上 还是存在一些 不一致的计方 这一点呢 也是 就是我们一道队 最开始来到黄岗以后 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最开始来到的时候呢 只是 听到了大家有 有其他生意 但是来到以后呢 发现患者的情况 确实是相对的 比较复杂 尤其我们治疗的患者呢 是重型 重型和微重型的患者居多 往往前期 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了 当时对于病因的判断 不是说特别清晰 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中医小组这六个人 我们也经常对于我们的治疗方案 以及它形成的一些病因 以及这个疾病如何进行演化的 我们也经常在进行讨论 说实在的 一直到现在 我们对于其中的一些病因 还有一些病基的转化 也没有说完全达成一致 但总体大家在 总体方向上来讲的话 我们比较赞同 韩世医的这么一个提法 在韩世医的基础上呢 我们确实也观察到了 好多患者 存在一个 就是说 明显的有一个造型的 这么一个特点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患者 不能讲很多患者 因为是部分患者 他最突出的症状 是肝咳 在肝咳的基础上呢 有个凶命的感觉 磕痰的患者 很少 大家都知道 我们前期呢 曾经有失解剖 有病理 其实 就是好的患者呢 在肺泡内 有一些就是 肺瘤物 有一些炎性脂肪的 一些成绩 大家认为呢 在治疗过程当中 应该应用去谈药 这一点 我们自己在讨论的 过程当中 我们略吃异议 就是因为前面 我们看到的患者 主要是以肝咳为主 大部分患者呢 在疾病初起的时候 可以出现发热 可以出现肝咳 可以出现咽痛 但是呢 我们平时 像甲瘤乙瘤啊 像外感的时候 发生那些 他差症状 嗑痰的症状 在我们新冠肺炎的患者当中 很少 因此 我们 对于造血 在这个疾病当中 是否存在 我们也 也存在一定的 这个 就是说 探讨的地方 有相当多的患者 除了是以发热和干咳 作为手把症状 起病以外 也有一部分患者呢 他是以胃肠脂肪 作为手把症状 来起病的 尤其是 以腹泻 病人可以连续出现 三到五天的腹泻之后 然后才开始出现 呼吸道症状 或者是出现发热的症状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后来大家 一致认为 他的病位 应该是在肺和体位 我们周围 已经接触到 好多这种患者 出现一段时间 三到五天的腹泻 然后呢 后期出现发热 然后才去做肥肌 或者做鼻咽尺子 明确的点症 因此 也基于这些症状呢 我们比较同意 就寒失忆的这个 讲法 除了刚才我们前面 说到的发热 干咳 咽咽 咽痛 以及中腹泻的症状 以外 还有一些症状呢 就是说像 头疼 这也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症状 并且呢 也有患者 以头疼作为 受发症状 来就诊 因此我们又可以想到 后面这两种症状 一旦以它作为 受发症状来就诊的时候 这两点其实是 让人比较担心的 因为你不知道 它是个新冠肺炎 你认为它可能就是 一个普通的 胃肠炎 腹泻 或者是 只是说 是不是血压高 或者是 是不是有可能感冒了 造成一个头痛 而不会想到 它是个新冠肺炎 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之下 我个人建议 大家应该要引起重视 当如果说有人 以这样的症状 来就诊的时候 它的病基演练 这个地方呢 我个人 给大家念上一小段 就是我们 王永延院士的文章当中 写的这么一段 我个人 感觉 比较符合 我们观察到的一些情况 他认为呢 是 本病的基本病基 是遗毒 诗寒 与浮枣 相伯洁 拥塞 肺胸 损伤 正气 导致 气机壁足 生脚失常 缘起去衰 具体而言 水液 数不失调 它的病基转化特点呢 初期呢 都建于一个表寒 里热 虚实夹杂 中期呢 是一个 可以有从寒化和从热化的特点 如果是素体 阳胜 那就可以转化为表里聚热的一个时热症 如果是素体呢 阳虚 那就可以出现一个寒化 使寒血更加严重 出现一个阳虚寒凝的情况 如果说 这个热毒血气呢 逆传心包啊 就可以造成一个 一些微吼 因此 从这个病基演变上的角度来讲 我们 自己的中医小组 讨论了以后 感觉这一段描述 比较符合我们观察到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 作为医学观察期 医学观察期 也就是这些患者呢 他临床症状非常的轻微 也有可能 图阎式子是阳性的 也可能是阎式子 是阴性的 当然呢 如果是阳性的 那基本上就进入了确实阶段了 那就会把它归到清醒里面去 这医学观察期当中啊 他临床症状比较轻微 我们可以看到 患者呢 其实 乏力的症状 在绝大部分患者身上 都是出现的 因此 出现这一个症状 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判断 患者 一定是 存在一个 嚎伤症气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也是 为什么后期 我们在 处方用药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 尤其是在这种 恢复期的患者当中 我们重点应用 呃 这个 人参和 呃 升皇期 这也是我们重要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 发热的出现 胃肠道的不舒服呢 我们推荐的是 活象症气 呃 脚囊 或者活象症水 或者口腑也都可以 如果出现发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推荐的这三个药物啊 都是一些 清热解脱力的药物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呃 管他也确实发现 出现 未尝不湿的患者 确实是 以表现为寒湿的情况 相对比较明显 往往 是脚肢 非常淡 脚胎呢 白 不病患者呢 可能是白后腻 出现发热的患者 往往是热效 相对的显著 呃 除了 如果说 真是说热是相对比较高的情况下 除了我们应用这些清热解脱力的药物 我们还会应用像 呃 吃个解脱汤啊 呃 就是这样的一些方计 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指南上 呃 推荐的这几个方案 呃 指南上推荐这几个方案 呃 昨天呢 张博里院士的这个角度当中啊 其实也提到了 提到了一个叫 呃 三要三方 然后 待会儿呢 我们可以把 轻型 普通型 重型 这三种类型当中的 这六个大阵型 大家呢 可以拿这个 呃 方案 呃 看一下 如果说看一下这几个方案呢 大家就会发现 其实这三个方 都在这三个方案里面 体现了 这也是我们张博里院士讲的是 有三个药 通过了我们 就是国家的新药评审 这个就是这三个药 这三个药呢 是在这三个阶段当中进行推荐的方 原方呢 我们在指南当中啊 在整个方案当中都写到了 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呃 我在幻灯当中呢 没有把呃 就是每一个阵型当中的呃 用药和方都单独的在做在幻灯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它本身也就有这么一些规律 因为呃 这三个方子的具体药物 我也没有把它再放在药灯里面 因为这三个方子的 整体的组装的原则 和思路 总体来说是高度相似的 我们看一下呃 首先看一下清水排出汤 清水排出汤 大家可以看到 它在整个组装原则里面 它其实是用的是麻性食干汤 五菱散 食干麻黄汤 和小柴胡 呃 这么四张方子进行了一个呃 画材组合的这么一张方子 我可以看一下呃 宣费 拜毒汤 也就是说我们 普通行当中这个 施毒允费这一项当中的 就是这张方子 这张方子呢 呃 就是我们昨天晚上 张伯丽院士介绍的这个方子 这个方呢 其实是有四个方组成的 它的方呢 说是有麻性食干汤 麻性蚁干汤 千金为净汤和情力大造卸肥汤 这四个方子所成的 对起来在这个方子当中呢 张伯丽院士昨天晚上还提到了 这里面有两种药物 对新型冠状病毒啊 可能是具有活性的 一个是胡胀 那一个是马鞭草 尤其是呢 胡胀 他认为是对于冠状病毒的 这个异菌杀菌作用 是最强的 这个就是马鞭草 马鞭草呢 他认为 他对于肺部损伤 尤其是小气道的损伤 有比较好的食杂作用 再一个我们看一下 就是化石败毒方 化石败毒方 这张方子呢 出现在我们重庭当中的 一不必废阵 出现在这个正庭下面 在这个正庭下面 我们看一下 化石败毒方呢 是这样讲的 他是由多个经典的名方 化菜而来 具体来说 他是选用了 马鞭食杆汤 鲜白盛气当中的一部分药物 是这个起到了一个鲜肺倾斜 收散上胶 是这么一个缩用 另外呢 还采用了一些 打眼影 霍江蒸汽散当中啊 一些化石合胃的药物 除此之外 还选用了叫 神经大脑 卸肥汤的一些药物 这就是这三个方子 这三张 打的方子 虽然说出现在我们不同的正庭当中 也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当中 但是这三张方子 它都是在方操医院里面 作为通方来进行使用的 也就是我们方操医院里面 医务人员 没有时间和精力 一个人一个人的去开放 然后所有的患者 吃的是 同一张方 我们是采用的这个通方 进行治疗 并且这三张方子呢 在方操医院 他们的疗效 都得到验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张方子 在主方原则和选药方面 虽然药物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他们的总体原则 有高度的相似性 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三张方 它主要是针对的是一个个证 往往呢 就是一个师徒 这么一个 为主的这么一个 正行的治疗 其实我也在考虑 因为我们就说 前面我们谈到 就是这个疾病 我们认为它是寒失忆 可是呢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张通方 它主要是针对 偏热症的这么一个 一个正行的治疗 后来我就 个人就想 是不是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的生活条件 一个身体状况 往往虽然是寒失忆 但是呢 它从寒化 是寒邪更甚的这种状态 是不是更少一些 反而呢 从阳化 导致热症的这种情况 会更多 因此 这三张通方呢 这是我 作为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我也 希望能 早日听到我们 以前国与大使 对这几张方子的 一个 详细的一个解释和方解 寒症的这么几种 这么行 我们不管它是轻型普通症 还是这个 呃 微重型的这患者 我们总体走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重点用的几张方子呢 就是我们用的是 马性石干汤 然后火山正气伞 呃 大远影 呃 这样这么 几张方子 另外在重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么一个证情 叫 起雲两半症 应该说 这个证情啊 呃 在我 诊字的过程当中 这个证情也不少见 并且 起雲汤 呃 这张方 也确实 开出去了 呃 有好几张 起雲汤的一个方子 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 诊疗方案上 还推荐了一些 呃 我们的中程药 在中程药的之际 应该讲 在前面的几个 诊疗方案当中 大家都没有推荐 在 第五版 第六版 尤其是第六版当中 集中的进行 开始推荐了一些中程药 尤其是一些静脉的之际 呃 说实话 在静脉的 这中程药之际 呃 我在临床应用的 相对是少了一点 呃 但是像 呃 雪碧镜啊 热冬银 体验瓶 还是有那些病人 曾经用过 但是呃 实际上来说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 开出去的最多的方子呢 虽然是恢复器的 这么 两大种类型的方子 我们可以看到 恢复器 我们整条方案上 不太列了两种类型 一个是肺脾气血型 再一个呢 就是七因两血型 这两种类型 在临床上 确实是比较多进 我们 非皮器血型啊 呃 我们自己在处方的过程当中啊 像我们 呃 唐用的呃 香沙六菌子 呃 呃 神龙白洲散 呃 这些方子 我们 呃 都经常进行用 包括我们的预平分 也是我们经常用的 呃 方 在恢复器的七因两血症 这种 这个类型当中呢 我们 用的像 呃 生麦赛 呃 撒身麦冰汤 呃 嘴嘴四高汤 这几张方 也是我们 呃 经常用的一些方 但是呢 在恢复器 先说是写了是 肺脾气血 和七因两血 这种两种类型 但是这里面 仍然有相当的一部分患者 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 呃 胃寒 怕冷 呃 就是说 后卫发凉 出现了这么一些偏阳瘦的这么一些症状 因此 我个人还是建议 如果在我们处方用的过程当中 呃 是不是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稍微加用一些 温阳的药物 从个人体会角度来讲 我们重点说一下 呃 我们临床当中的一些特点 和我们中医中药这方面的一些特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 从 呃 不管是发病原因 还是疾病的命运角度来讲的话 呃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 寒湿液的这么一种角度 呃 然后这个寒湿液呢 如果说 呃 患者速气阳盛 它可以发生一个从阳化热 发展成一个 湿热毒血必肥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 患者本身呢 他就是一个偏 阳虚的患者 那就有可能造成一个 寒湿液重的这么一种 银行表现 具体的处方用药呢 就跟我们前面的用药 是 是 呃 相似的 因为如果说 从阳化热之后 特别容易 呃 伤筋 伤筋 伤婴 后期啊 会出现一个 呃 吸引阳虚的这么一个状况 呃 从寒化的这么一些患者 往往会发生一个 呃 相对明显的一些阳虚的状态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呃 虽然说在整个方案当中 我们都没有提到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有可能 不能说最重要的一点 也基本上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情质因素 这个情质因素 不仅仅在处方用药的过程当中 要考虑的这个问题 并且在整个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重视这个事 因为 大部分的患者 绝大部分的患者 都存在一个严重的一个焦虑 恐惧的状态 因为 具体的背景情况 大家可能了解 因为大量的患者 拥往医疗机构 他没有充足的医疗资源 并且呢 每一个患者都有可能看到 并且呢 每一个患者都有可能会看到 他身边有一些他的病友 发生了病亡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患者他就会存在一个 严重的恐惧的状态 他非常急迫的 将第一时间 得到医务人员的救治 不管他的病情 轻还是重 很轻的患者 他也会存在这么一个 严重的一个焦虑 恐惧的状态 因此 我想 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心理的安慰 年遇上的一个宽慰 并且 在处方用药的过程当中 也应该尤其重视这一点 我们是不是可以 稍微加上一点重症的药物 是不是可以稍微加上一点 这个 你具的药物 我想 这都应该是在处方用药物 过程当中 应该考虑的问题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脾胃功能 因为本身 我们作为一个寒失忆这么一种状态呢 它既可以从基表而入 它也可以从口鼻而入 我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说从口鼻而入呢 出现胃肠的症状的患者 就是一个打链链的事情 并且这一类患者 它又会发生腹血 并且在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前面谈到了 由于说 患者呢 应用了一些 天阿口鼻药物 就是说像洛皮纳维 那它出现胃肠功能障碍的情况 就会非常的高 并且呢 我们下面会有一个 恶化的预测因素当中 有一个白蛋白 白蛋白的数量降低 和前白蛋白的数量降低 这是一个恶化的预测因素 如果说 患者的胃肠功能发生了障碍 那么它的白蛋白和前白蛋白 就会发生一个快速的下降 并且这种情况呢 在我所管理的患者当中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因此 我想 顾护脾胃功能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要重视 富阳病例的一个辩证问题 富阳病例这一点呢 应该讲 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定论 大家现在普遍地认为呢 富阳病例呢 其实 有可能是 原先就没有治愈 这些患者呢 当他出院以后 当他 在进行检测的时候 发现阴尸的阳性 又作为确定病例 把它收起来了 而其实呢 有可能是 最开始的时候 就没有发生完全的治愈 这里面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取烟柿子 这种手法 是不是规范 那取的烟柿子 是不是真正的 在我们的扁桃体 在我们的烟后壁 取得了应该有的 这种病例标本 但是作为富阳病例呢 我个人也收集了一些 富阳病例的一些资料 也特地的观察 这么 减减实例的富阳病例 往往这些富阳病例的患者 他的临床症状 其实都很轻 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患者 他其实是没有临床症状的 然后他的舌苔呢 待会儿呢 我们可以在单独的 放下几个舌苔 大家看一下 往往舌苔呢 就呈现一种 舌苔比较淡 有尺痕 并且会存在少许的 舌苔症状的情况 我想从我们 自己 自身讨论的结果 我们当时想 这里的患者 我们是不是应该 加强一下 这个义气温阳的这种力量 是不是应该采用这种 配促生精的办法 义气温阳的办法 来就加速这些患者的这种 转阴的过程 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说 我们前面谈到 新冠肺炎造成了这种 病例 它比较少 会出现这种显然化的情况 因此 在这次的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 我们应用活血药物 应用的力量 不是说特别的重 应用的频次 也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呢 仍然确实有一部分患者 他的病情 病程 会出现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实验 我想 在这样一些患者当中 如果说他的 血相 真的是出现了这种 雨水的情况 我想也应该 尽早的去应用 活血化育的药物 恶化的预测因素 我不知道大家 在评所里 能不能去查这些项目 但是我想呢 恶化的预测因素 我们应该有个 初步的一个 概念 第一个 就是我们 领化细胞的比率 我们知道 相当一部分患者 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 领化细胞比率的降低 但是往往随着 我们治疗的进程的 一个改变 领化细胞比率 往往他很快 他就升起来了 但是仍不仍有 相当一部分患者呢 他领化细胞的比率 不深 仍然维持在一个低位 这样一部分人群 往往就提示 患者的免疫能力 出了一个相对 比较低下的状态 这一部分患者 有恶化的可怀性 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 针对这些人群呢 我们也加重了 这个温阳义气的力度 第二个呢 就是有一些患者呢 会出现一个 血小板的 呃 持续的降低 其中呢 在这其中呢 就有一个 我重点关注的患者 血小板降低 呃 所以让患者自身 让我们都非常的紧张 并且呢 他在低位啊 维持了大概有 接近两个星期的时间 因此后来我也在想 如果说 只患者出现的 这种血小板降低 并且维持低位的时候 那我们或许要用 用血大概一定要 要慎重 千万不要发生的 这种出血的情况 因为呢 呃 在这些人群当中 我个人也是 呃 就是重点关注的下 我们 呃 就是一起温养药物的 呃 应用的情况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白蛋白 和 前白蛋白 这点 我们在 呃 说上面的 这个皮肥功能的时候 其实谈到这一点 我想 呃 白蛋白和前白蛋白的降低 啊 原因应该是多方便的 皮肥功能是一个方便 因为 这种急性感染的患者 他本身就出的一个 这种消耗的状态 因此 这种白蛋白的降低 我想 应该是个多方面 呃 试入不足 皮肥功能障碍 另外呢 消耗的增加 这造成白蛋白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白蛋白一旦降低以后 患者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这种 这种组织水肿 呃 就是这个白蛋白和前白蛋白的降低 这就是我们一些炎性因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 呃 炎性因子啊 呃 比如说 像我们血塵啊 C百分蛋白 白键素6啊 像这样一些炎性因子啊 都会成为一个不同程度的升高 这一点呢 也跟我们现在医学 现在讲的叫一个严重风筝 它是相吻合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严重因子 持续的在高位徘徊 我想大家应该 也要要意识到 它有可能会发生恶化 第二具体呢 我们前面谈到过 有一部分患者 尤其是一部分老年人患者 他会出现第二具体的升高 第二具体的升高 是让我 呃 极其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特别怕 这些患者发生了次死 他第二具体的升高 你跟他做了下肢超生以后 你发现他没有发生这一具体 那他的血栓 他的第二具体哪来的 能找不到原划部位 这种情况呢 其实作为自己来讲的话 特别担心 因为这种未知的风险 有无法进行判断 如果说我们明确的知道 下肢有山河 OK 那我们让患者进行制动 我们应用抗原药 那就好了 但是呢 当你不知道 他这血栓来源的时候 我们特别会害怕 他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这种 呃 这个DS 迷散性的这种 血管的凝血 那就有可能会造成 不可收拾的这种结局 呃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呃 上面呢 就是我在临床过程当中 观察到的一些 呃 就说一些临床现象 呃 讲的不一定对 呃 其中呢 也可能存在好多 这个谬误的地方 也请各位老师 多批评多指点 呃 能帮助学生 然后 进一步的提招 呃 后面呢 我给大家 再分享几张 呃 摄像的图片 因为我们在隔离病区里面 呃 不是那么方便的能拿到这个图像 因此说采集的数量和时间都不是特别的 呃 合适 第二张摄像的这个患者 呃 呃 我们一条队临走的时候 特地的跑到酒店里来 呃 进行乡送 他带来一些这个土特产来 呃 让我们也是特别的感动 前两张摄像是呃 两个大概在50多岁的两个呃 呃 妇女的确定患者 第三张呃 摄像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呃 是一个30岁左右这个年轻小伙子的摄像 这张摄像呢 是一个60岁左右的一个男同志的一个摄像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这个摄像跟前面三个人的摄像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呢 呃 是他明显的就是后面的很多 这个摄像呢 呃 是一个60岁冒头的一个男同志的一个摄像 这个患者呢 他是一个富洋的患者 他其实他自己啊没有太多的临床症状 呃 活动很好 体力也很好 只是做了颜色的复养了 然后又结果又住到王阵区一带 呃 就是拍了这么一个摄像 这张摄像呢 是一个40多岁的一位 呃 相对年轻人 也是出了一个恢复期的摄像 呃 我们可以看到 呃 明显的摄像是比较淡 尺痕非常的明显 呃 摄像呢 摆呃 略厚一点 呃 这张摄像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男同志的 呃 给予指点 这个摄像是我一直呃 长期观察了一个患者的摄像 这个患者呢 是个65岁的呃 呃 女性 呃 最开始来说 病症比较明显 并且呢 比较明显的抵养血症 嗯 我们在这的过程当中 一度给他用过呼吸机 上过这个 高流量的养疗 然后他呃 呃 这个患者呢 我我个人感觉是为数不多的 呃 出现了云象的这么一个摄像 呃 并且呢 他的片子上也确实是形成了一些 呃 显微调索样的改变 估计这个患者最后呢 可能会形成一些 呃 呃 如果说显微化可能有点过 就是会形成一些 显微调索样的一些 一流的病状 好的呃 谢谢各位老师 呃 我想 我就先分享这些事项吧 呃 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 或有什么其他的 呃 要求 呃 我还是能 能有的一些资料 我尽量的给大家提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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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